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距离战场1000多公里的日本东京第一大厦里 乐观地等待着11月23日的感恩节 这个被他自己确定的美国士兵得胜班师时刻的到来 仁川登陆的成功 联合国军的势如破竹 眼看即将打到鸭绿江边的 似乎已经不肯逆转了战局朝鲜战争之初 几乎成了麦克阿瑟展示个人军事天才的舞台 有着军神之称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甚至不担心中国军队的介入 就在十天前 他还在位于太平洋上的威克岛 信誓旦旦的对美国总统杜鲁文说 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 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 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麦克阿瑟的狂妄 代表着当时一大批美军将领的态度 刚刚从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钢铲量不过60万吨 还不到美国的1146 国民收紧为美国的16 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 和李承晚的南朝鲜军总兵力44.4万余人 其中地面部队34.9万余人 海军5.6万余人 空军3.6万余人 投入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 舰艇200余艘 而东国陆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 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 建立不到一年的空军尚不具备作战能力 海军连条像样的舰艇都没有中国军队VSG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彭德怀VS麦克阿瑟 乍看起来仿佛就是一边倒局势 然而 麦克阿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的乐观谈话发表后没有几天 彭德怀已经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他的多国部队遭遇了 彭德怀一度轻车深入到敌人后方 与敌人擦肩而过后 又幸运地转了回来 当志愿军118师师长邓月 率部到达大鱼洞彭德怀的栖身所在地时 前线炮声已清晰可闻 彭德怀当即命令邓月率部跑步前进 在温景地区 向敌人敞开志愿军入仇以来的第一个口袋 邓月请求留下一个团来担任警卫 彭德怀却只留下了一个脸 在后来的战斗中 彭德怀亲自指挥 这个连摧毁了向他靠近的四辆美军坦克 尽管所有的报告都显示 可能是中国军队参战了 但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敢出国参战 麦克阿瑟似乎有着狂妄的资本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麦克阿瑟就是美军著名的彩虹师的师长 创纪录的 获得了七枚银星奖章 战后 麦克阿瑟又成了把西点军校 带入现代军事时代的西点校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 麦克阿瑟在对日作战中功勋卓著 人川登陆 更是令西方军界为他的军事天才折服 麦帅 几乎成了一尊不可撼动的战神 出身军人世家 毕业于著名军校的美国高副帅麦克阿瑟 显然忽视了出身农民家庭 仅上过几年私塾的山里娃彭德怀 也忽视了年轻的新中国和他的军队 忽视了这是一群虽然少有正规的军校经历 却从不乏战争经历的人 更忽视了 这是一支从来不畏惧任何强大对手的军队 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 不愿意选择战争 但从来也不惧怕战争 虽然时与麦克阿瑟登上战争舞台 但仅仅从战功上相比 彭德怀丝毫不逊于这位西方 战神 从平江起义后 率部登上井冈山 彭德怀成了毛泽东麾下的勇猛战将 他以关键时刻敢于横刀立马而著称 被毛泽东誉为彭大将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39岁的彭德怀已是巴陆军副总指挥 与麦克阿瑟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时 是一样年龄 傲慢与偏见 让麦克阿瑟很快使自己吃到了苦头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 及时调整的作战方针 把阵地防御战 改为在运动战中寻击尖敌 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世界评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 云山战斗激战三天 美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王台部队 齐妖师招志愿军第39军重创 1800人被消灭 一个新对手却凿无疑的参战了 直到这时 麦克阿瑟才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战壕的对面 战斗结束后 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其18团参谋长不服气 没有飞机轰炸 炮火准备 没有 坦克冲击 扳 排 连悄悄的靠过来就打 这算什么战术 当他被告知这是毛泽东战术时 这位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恶 惊恶来自于无知 更来自于轻视 即使是对于当时美军的高级将领们来说 毛泽东战术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擅长跳跋战术以炸至上 和抽薪断粮的迈克阿瑟 很快就领教了 跟随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的彭大将军的厉害 如同年轻的中国军队 在异国作战 一出手便令全世界大吃一斤 在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中 志愿军十三天坚敌 一点五万余人 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当迈克阿瑟努力使自己相信出现在朝鲜的并非中国主力 并趋步继续北半时 彭德怀的又一个圈套 已经不好 那是一场战争史上少有的内外双重迂回部署 志愿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军一百五十里 神奇的出现于敌后 像盯的一样 盯在了敌军会好的必经之路 是 南线美军援兵 在几乎看见北边被困美军后 却仍无力援手 1950年 美军狼狈退却 志愿军胜利收复平壤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说 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记 连麦克阿瑟给杜鲁门的报告中 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 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 完全新的强国 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彭德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正面进攻和两侧迂回 善打进战 夜战 从不没守成规的打法 发挥了巨大威力 军事历史专家徐彦说 志愿军官兵奋勇作战的精神 也给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甘岭战役 一场日后 例如美国军事院校教科书的经典战役 尽管敌人向紧3.7平方公里的高地上 轻陷了190多烂发炮弹 和5000多枚炸弹 山头的岩石被整整削去两米 但阵地自始至终在志愿军手中 抗美援潮期间 志愿军挖掘的坑道和交通豪分 别长达1250公里和6240公里 如果把挖出的土石堆成宽 高各一米的长堤 可绕置了一圈半 正是这些坑道与欠豪 是缺少飞机与坦克的志愿军 顶住了美军一次次狂轰滥炸美军 在朝鲜半岛侵蟹的弹药 多达690万吨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弹药消耗之最 彭德怀指挥的部队 就是用原子弹也不能全部消灭 美国军事专家开探 1951年4月11日 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迈克阿瑟 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 那双二战结束时 曾在日本投墙书上牵过字的手 却无法牵下朝鲜战争的胜利 尽管他在一周后的国会会前演说中 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老兵永不死 只是见凋零 但谁都知道 在与小他18岁的彭德怀的较量中 迈克阿瑟无可奈何地凋零了 巴顿将军的达大布雷德利后来评价说 迈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 赤色中国人鱼弄了这位一官 正确的军事天才 迈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 根本都不够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两年后的7月28日 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 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 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 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 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同一天 彭德怀在开成朝鲜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说了一句 让整个世界从此记住的名言 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依靴不复返了 1955年 新中国第一次受嫌 彭德怀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 十年57岁至11年前 麦克阿瑟晋升为洛军武卿上将时 64岁 晚年的麦克阿瑟 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军事生涯中 最大的一次败祭 1962年 中印边境冲突 有记者访问82岁的麦克阿瑟老人告诫 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 一定有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